蔡徐坤录制天天向上与电竞选手王一波同台,位战C位却得谢奈拥抱。 蔡徐坤昨天一早就坐高铁离开深圳前往长沙。 今天下午结束了天天向上的录制。第一次单独录制综艺。 粉丝也是非常上心,因为要跟电竞选手同台。 而且之前两方粉丝发生过骂战,所以这次格外慎重。 提前给到场的粉丝做了选手科普。今年RIG夺冠引起了巨大讨论度。 跟卫国争光的选手同台,虽然蔡徐坤没占C位,但是同样开心自豪。 有粉丝感慨,去年9月在武科松看他们出征S7,那时候还不知道蔡徐坤这个人。 没想到今年5月就在武科松看他们的演唱会。 。 去年可惜的是没有把冠冠留在中国,今年RIG夺冠远了一个心愿。 。 也有粉丝去年10月份在武汉看了URL比赛,见证了全华班RIG的胜利。 。 结果今年他们俩竟然一起站在同一个舞台上。 。 。 见证过胜利的人如今和现在最喜欢的人,奇妙的交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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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剑自豪还对着蔡徐坤唱了Pikney,还有一位选手的女朋友要了蔡徐坤的签名。 。 。 而且据说这次比赛快本要轻松很多,全程被主持人Q。 王一博是创造101的导师,蔡徐坤是偶像练习生的选手。 这两个人也是奇妙的同台。而且据说谢娜和李维嘉特意来串门。 感谢您观看这篇文章,喜欢记得点赞留言,谢谢了。 两人都是在快本录制间隙特意过来看他,给他拥抱古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